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听你为所智慧勇士 听你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数字 愿其如来真实 以各位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先讲 龙猛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 总的来讲是 所见解而顶礼 《觉者所说的论义》 和《依念恩德尔地》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二个问题 《觉者所说论义》分三个方面 《宣说缘弃之特法》 和《宣说缘弃法》 《证悟缘弃的功德》分三个方面 那么前面我们 宣说缘弃的特法 以主要特法和其他特法 还断除过失 断除太过法 三个方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 也叫做缘弃法 就是宣说缘弃法 那么后两品 一个是宣说缘弃法 一个是宣说缘弃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证悟缘弃的功德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宣说缘弃性 缘弃性用二十六品 以这一品来宣说 这一品一律广说 和以教证总结 跟其他品没有什么差别 首先一律广说 分三个方面 广说损性缘弃 然后对此取舍之力 略说理性缘弃 一般我们缘弃有 顺缘弃和理缘弃 就是损性缘弃和理性缘弃 有两种 第一个是讲 光束损性缘弃 光束损性缘弃也分两个方面 能因因果和能成因果 首先是讲能因因果 能因因果就是能因之业和所因之果 能因的业和所因果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讲能因之业 那么总的来讲 这一品的内容吧 这一品的任用 为什么龙猛菩萨 也宣说这一品呢 因为佛经当中 所谓的缘弃也是无生的 缘弃也是空性的 在很多佛经当中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无论是大乘 还是小乘 都承认是缘弃法 那么缘弃 有十二支缘弃 十二支缘弃的本体 也实际上是空性的 主要觉着有些人 执着所谓的缘弃 那么执着缘弃的时候 所谓的这种缘弃也是在 觉着生意地的时候 一切都是空性的 这一品当中 主要介绍这个 当然有关缘弃 有关十二支缘弃的观点上 一般大乘小乘 都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他们的身性方面 或者有一些理性方面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尤其是《俱世论》和《现广传传传传》 《俱世论》当中 按照小乘的缘弃是怎么样圆满的 这个问题 去年我们也学的 应该算是大家都应该会懂得 所谓的小乘动 对《杀之缘弃》的 怎么样的成人 概论都已经学过了 然后《大乘传》也是这个缘弃 马彭仁伯切在《知识如门》当中 也讲得比较广 还有《现广传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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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相关重要论的时候 作为比较难懂的一体 他们按理论是比较难懂的一体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二十种圣戒和杀之缘戒 那么这些所有的 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些我们在这里不阐说 总的来讲 所谓的缘戒为什么要宣讲这一篇呢 这一篇宣讲的主要目的呢 我们在世间当中 没有学过宗派的人 对所谓的缘戒 他也不知道 一无所知 学过宗派的一些人 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 他们都认为十二支缘戒 应该是有的 应该是存在的 他这样对他常有的执著 或者室有的执著比较坚固 佛陀或者龙猛菩萨为了破斥 排除这样的执著 而宣诵了这一篇 然后这一篇 根据这个篇观点上面 有观点都不同 比如说清遍论师 还有护佛论师 月成论师 他们的观点都不太相同的 但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麦彭仁波切下面的诸书当中 他们所有的这些不同的观点 都已经讲了 宗喀巴大师和萨迦派的国人拜吧 国人拜的话全部是按照 月成论师的篇观点来进行做了解释 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也是按照 月成论师的也可以 或者是清遍论师等等 其他论师的观点来 他的凭观点加以解释 都没有什么矛盾 然后下面我们讲这个颂词 刚才从科判上来已经讲了 能因之业 能因之业 一般十二元气当中 他就分能因之 所因果 所成之果等等 十二元气里面也分了很多的 但我们首先讲能因之业 这个问题在颂词当中 是这样讲的 众生持所福 后为其善心 以其十心骨 随心如也露取 下面就是说 众生欲持所福 后面起了善心 因为起了这样心的缘故 最后随着心如也露取 我们这个颂词当中 应该这样理解 意思是什么说呢 不管是任何一个众生 我们三界轮回的众生 在十二元气当中 最初的是什么呢 就是无明 无明是这里的开端 无明的所谓的开端 去年我们去《俱事论》的时候 也是讲了 真正有一个像一条孙子那样 这边的断头是这个 然后那边的断头是那个 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是十二元气 在这个轮回当中 五十五种的一种旋转 五十五种的一种旋转 当一个众生还没有获得解脱之前 一直在轮回当中 我们《前面前行》里面所比喻的 就像瓶子里面的密封一样 或者是金中的水车一样 以这样来比喻的 以这样来比喻的话 真实的它的开端 很难以寻觅 这样的话 所有的这些众生 他们都产生了无明欲持 已经盖着了他们本来的信心 这样以后 后来就起了善心 有了无明的话 开始有了心 他这里善心 指的是三种业 他这里三种业 我们经常所谓的神口义 于成论师这样也可以 神口义 这种善业也可以说 或者他所谓的 有了无明以后 众生依靠无明 而可以造成善业和不善业 还有不动业 在善中造善业 善业应该清楚 去年我们《徐居士论》第四篇里面 这些业的概念都讲得很清楚 所谓的善业 我们现在《前行》里面所讲的 就是十种善业 所谓的不善业 我们《前行》里面所讲的十种不善业 还有无为间罪等等 这些业属于不善业当中 不动业 一般四三八定 我们经常所谓的禅定 舍戒和无舍戒的这些因 我们所谓的禅定 这些称之为三种业 依靠这三种业 众生随着业的吹风 业力的吹风 然后在善戒当中漂泊 善戒当中漂泊的时候 它必须要投入 它必须要投生到什么呢 投生到路道轮回当中 那么路道轮回的话 刚才我们所谓的 比如说十种善业 它可以转生到天戒等善善趣当中 然后十种不善业 它可以使它转生到善恶趣当中 然后不动业的话 善趣里面也是分欲戒和舍戒 无舍戒 舍戒和无舍戒 主要是以不动业来转生到那里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样禅定的力量 并不是很容易 不像我们其他的有路业一样 不是很容易动摇的 这样一来 我们这里十二缘起的 最开朔的所谓的无明和心 心它这里跟业结合起来而显烁的 这样在这个颂词当中 众生以无明所改 然后出现三种业 三种业跟他的业心 随着业心趋入路导当中 趋入路导的话 当然小乘有些认为 所谓的像独自不阿子 他们都认为是无趣 然后大乘一般很多经典里面 称认为是流趣 流趣的话我们前面所讲的 路导轮回的流趣 应该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十二缘起当中 这个作为整个十二缘起当中 前面的因业 因的业 依靠它能引上后面的果 所以说最开断的时候 我们的无明和业 无明和心最根本的因 一般有些十二缘起当中的 案例方法里面 把这些作为前面的 前世的 然后中间的意思 最后这个意思 我们去年学的俱世论当中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乘论证当中 在三世当中圆满 所谓的十二缘起 在三世当中圆满的一些规律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刚才所谓的索引之果 索引之果 应该可以分几种科判 但是我这个还没有考虑好 先把字面上给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看看明和天 再继续分析 他的颂词是什么讲的呢 谁诸心因缘 十数六道神 依靠诸诗古而成于名舍 他这个颂词当中 我们十二缘起当中的 诗和名舍 刚才我们无明 心 然后诗 名舍 他以这样次第来的 这个颖顺的讲解里面 首先是无明愿心 然后心愿诗 诗愿名舍 他这样离科判的 每一句每一句这样离科判 这样的话也可以吧 意思就是说 无明的因缘产生可以信 然后心的因缘当中产生诗 诗的因缘当中产生什么 产生名舍 可能以这样前前退后后 以这种方式来安理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也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这个颂词字面上的解释是这样的 随着一切前面我们所讲的这种业 或者是心的因缘吧 随着心的因缘 产生我们众生的这种事 他这里的这个事 并不是说是最初的意识吧 现在在路道轮回当中 扭转的过程当中的事 随着前面的无明和 随着前面的业 我们在路道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是人 以我的无明和以我的心 我转生到天界 我转生到天界的时候 我现在的舍 随着无明 转生到天界的中阴 然后转生到天界 过了中阴以后 就转生到天界的身体 然后我到中阴的时候 我的名舍 也就是说所谓的四云 所谓的身体 它这里所谓的名舍里面的舍 我们去年居士论的时候大家都当时比较明白了 不知道现在忘了没有 所谓的它的舍 我们在猪胎的七位或者五位 那么这个叫做舍 所以当时它的树 脚 这些没有形成之前 称之为舍 名舍 它这里的名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所谓的名 因为除了无有阻碍 然后它无有直接的这种形成 也没有什么可显量所见到的 但是这样的东西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行云 相云 世云 这些完全是存在的 像中阴师的话 那么中阴师它的四云聚合的众生 我们经常中阴师称之为四云聚合者 它这个色云没有的 除了色云以外的其他的四种云 就称之为名 所以我们中阴生经常没有色云 但是它有色云 也有相云 也有幸云 他这样的承认叫做名 然后这个色刚才我所讲的那样 我们真正的身体还没有形成之前 叫做名色的色 那么这里颂词上自己的意思 随着我们前面的心智 十二指里面的这种智 依靠它的因缘开始所谓的书 所谓的意识就出现 那么有了意识它在六道当中 它是在六道当中开始趋入 然后六道当中趋入的时候 依靠这样的事 它的名色形成 比如说现在我的无名没有断的缘 以我的行事 依靠我前世的业 现在转生到中阴当中 然后转生到中阴当中的时候 我现在这一辈子 这一生死的时候后 然后下一辈子或者中阴 或者下一辈子开始土生 开始土生 这两个按照现局论的观点 就像刀杆的高地一样 或者平成的高地一样 我这边死的时候 它那边的身体进行形成 有些可能在木台当中 我刚刚进入木台的时候 就开始昏厥 昏厥的时候 当我昏厥的时候 逐渐逐渐它的色影 它的名色已经前往 天界的名色已经形成了 这个应该说 按照现局论的观点是同时的 我们在中阴当中是怎么样解释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现局论只不过是以太僧 以太僧为主而讲的 那么这个教证 我们文法仁波切的《中论诗》里面 后面都已经引用了 后面翻译的里面已经引用了 意思就是说 他前面也这样讲了 就像是色法和影像一般的 我们众生刚刚这一辈子的云灭尽的时候 下面的石云开始出现 这个就像是道干的高地一样 这边的石 也就是说这边的行云灭尽的时候 那边的石 或者那边的名色开始形成 那么这个 这是从太僧的角度而讲的 然后乱僧 世僧 其他世僧的安理方式 《戒僧密义经》里面 《戒僧密义经》当中也有现讲的 《戒僧密义经》里面 这个应用在音顺的讲解当中也已经引用了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安理的 还有《阿难如胎经》 《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石没有如胎 所谓的后面的零螺灯不可形成的 这个教证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谓的石如果没有如胎 我们如胎的时候 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如果石没有如胎 那么它身体里面的零螺灯 其他不能形成的 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众生 每一个众生 他的身体不一定是 随着路到众生而去 到了每一个去的时候 他最后离开去的时候 他的生云应该是抛弃的 但是其他的石云 随着浅浅的因 后面跟着的 尤其是我们的石云 就是所谓的意识 所谓的意识不相跟我们的身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现在有生论和无生论 就经常辩论的焦点 而且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 我们很多人 所谓的意识跟身体完全是不相同的 当然世间上的很多学者 关于意识和精神方面 分析的学说也是相当多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比较 非常可靠的 非常可靠的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 无始以来到现在应该是存在的 那么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样呢 当然各宗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个原因为什么是这样呢 按照我们因明的观点 就是我们心的本性它是明清的 然后它的明清的来源 也就是来源应该同类的物质 不可能是不同类的物质当中产生 所以这个问题 现在尤其是虚理学和无理学 很多没有智慧的人 当然对这件事情也置之不利 无所谓的 你这个精神也可以 这个物质也可以 但是有智慧的人 对这方面还是一直觉得 有些出于遇到一些难题 或者他在心的相续当中 也可能产生一些怀疑 这样的 但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在一面当中也是应该退的 任何物质 应该用它直接的因来同类的因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讲一面的时候 识量论和量力宝藏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心是明清的这种本性 然后外面的无情法 它是非明清的东西 然后非明清的东西当中 不可能产生明清的东西 然后心是明清的话 心当中不可能产生无情法 非明清的无情法不可能产生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从名言当中 为什么众生有这个心 而且这个心并不是现在维吾伦所说的 依靠暂时的四大聚合 四大聚合突然好像在虚空当中 产生空气一样 就开始出现 不是这样的 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谓的这个是 它的浅浅的因是明清的这种因 然后有一本书 叫做马修尼科德 他跟一位陈教授 他们两个对话的 有一个叫做《僧女与科学家》的 什么探讨与主人生的 奥秘的一种对话吧 有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个里面 也是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好 应该是按照我们佛教真正的道理 讲得非常清楚的 因为以前可能你们也是看过 以前有一个叫做《僧女与科学家》 《僧女与科学家》实际上是马先生 不是马先生吧 现在已经出家了 他也是国外的 以前是一个法国的 好像分子生物学的博士 后来他到丁国勤次仁波切那里出家 出家以后 在尼泊尔待了十二年吧 后来他在印度 尼泊尔不断 西洁很多地方求学 求学以后 他最后出家 原来确实对生物学 很有造诣的一个人 后来他出完家以后 经常打了 达雷喇嘛去法国 他做他的法语翻译师 他法语非常精通 有懂藏语 这样成为达雷喇嘛的法语翻译师 他跟他的父亲做一个对话 主要是佛教与哲学方面的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 目前这本书还是很有声望的 有些介绍里面说 已经翻译了十八个国家的语言 而且里面主要是以哲学的观点 和以佛教的观点 他自己站在出家人的身份 然后他的父亲站在在家的 哲学家的角度来进行对话 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叫做陈教授 陈教授也是以前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天地无略学家 他是天地无略学家 现在也是好像吉利亚大学吧 吉利亚大学人教 他们两个之间也对话得出什么呢 佛教与科学 中间有一段专门讲前世今世 前世今世当中当时马先生不能说吧 现在叫做尼科德仁波切 他引用了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一段话 他一段话最主要是 因为观世音菩萨他经常也是 对隐秘和对现在世间的一些无理学 生命学 这方面是非常精通的 然后他当时也是我们佛教当中 引用的最有可靠的 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因有两种因 一个是直接因 一个是间接因 心本体的光明 也就是说心的因 它的直接的因就是心 这就是我们 昨前天有些道友也是问 心的因是什么呢 最初的因应该说是心的因 应该一直这样不断的话 在我们无视的轮回当中 心的因就是无视无重的因 应该可以这样讲 那么无明的话 它可以说是忽然产生的 就忽然产生 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讲呢 只是明朗大师在他的大皇王宗书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的心相当于是钢铁一样的 然后无明的话 我们这个钢铁放在绿草里面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生锈 那么无明中间都是依靠一些其他的因缘出现生锈 那么它为什么说 后燃的原因呢 就是钢铁的本体是不是修呢 肯定不是的 这个我们应该清楚的 那么所谓的心的 如果我们说得高一点 当然本体如何光明啊 但我们显宗的说法 不说什么这些 按照十年论的观点 心的本体应该是明清的 这种明清的 一直是不断地从原始到 一直现在众生的时候 应该是有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火 任何一个火 只不过是它的火性聚合 依靠一些木材 依靠一些其他的因缘具足的 实际上火的分子一直是 远远都是 它的直接因一直是 无始以来都是存在的 这一定是我们从化学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承认的 它的元素物质 应该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不存在的话 现在光是一个 间接的因缘具足的话 它的真因不可能引发的 只不过是有些现在学者 没有懂得任何一个法 它有一个直接的因和间接的因 那么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清刻的话 清刻它直接的因就是这个清刻 应该这样讲 清刻的种子 它那个种子当中 由它直接能产生的量力 地水火风 其他的虚空 这些作为它的间接因 我们所谓叫做清因和俱生缘 俱生缘 举手论当中所讲的这两种 所以我们在十二缘起当中也是 在路道轮回当中 所谓的身体跟心完全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如果说广一点 无知对精神的学说方面的对比 这个方面 我应该想想细细观察 所以现在我刚才所说的 陈教授他们 也算是非常有名的 一些天地无理学家 当时他还没有信佛教的时候 也是对佛教的一些前世精神 对一些生命学 带有一些排斥的观点 也持有一些排斥的观点 但后来遇到了这些上师以后 他们通过因明和佛教的各种论理 来进行论证的时候 最后也口服信佛 因为这样的佛教的论理 只不过我们担心 很多人退不来 他的退道方式 很多人以前是不习惯 或者用不来 在用的过程当中 没有进行辩论 可能自己在怀疑的网当中 一直不能摆脱出来 有这种情况是肯定会发生的 但是真正在佛教的教理当中 所谓的生命观 应该说是最可靠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我们学十二元期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必要知道 所谓的众生生生命的源头是什么样 不然我们学释迦牟尼佛广传的时候 也是这一辈子转生到什么 另一辈子转生到什么 那么多的会不会可能啊 有些可能 尤其是以前维吾伦的一些习气比较重的话 会不会这样的啊 你看又转生到 又转生到 又转生到 那怎么多啊 为什么这样呢 只不过我们这些可怜的众生 不知道我们的前世到底是何处 如果真正知道的话 我们前世所造的业啊 前世的这些经历是比害多的 不可计数的 所以这些问题应该我们对佛教的圣奥问题上面 进行谈道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从此上面讲得多 观十二缘起品 经部观念和平观念 经部观念以缘起无声 古为缘起等 宣说了 无有十二缘起的道理 观于平观念的诸实 有以下极点观念 按照五味论 以及呼呼两道论主的解释 本品的品观念为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 既然你已经将 进入大乘之意的法门宣说完毕 那么现在应该阐述 趋入小乘论典的殊胜法门 他品观念的话 因为以前二十五品以上 全部宣讲大乘的一些殊胜法门 先你们应该讲一些小乘的法门吧 这样的时候龙猛菩萨就讲了 按照小乘观点的十二缘起是如何不存在的道理 宣说的 如果是佛呼论师他们 他这个品观念是这样解的 本品的内容 极为针对以上说法的回答 这是佛呼论师的观点 然后按照清边论师的观点 般若丁当中 也是这样解释的 本品的品观念 如果对方提出 既然你们已经前面讲过 任何人都没有宣说过一句 包括佛陀在内也没有宣说过 那这里又宣说了缘起之理 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难道你们对理论不会有害吗 对你们的理论有害吗 就是他这样说的时候 本品的内容是为了说明我们并没有夫人现象 而是为了夫人诸法本体存在的道理 就是这个观点 以品观念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 按照余生论师的解释 本品的品观念因为不知道讲这个 前面品观念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有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就开始品观念 不同观点 很多诸诗都翻开 也许是这个是麦彭仁波切写的 也许可能后面的弟子写认为 我们现在十二元起马上都已经解除了 应该多翻一翻讲义啊 看看那个 是不是麦彭仁波切 我一定怀疑 麦彭仁波切如果写的话 每一品 其实我看了 每一品 比如说《清遍论诗》 《悦臣论诗》 他们的很多品观念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 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了广说了 前面都是并没有翻那么多的讲义 按照余生论师的品观念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所谓的缘起的含义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们前面不是讲的缘起吗 缘起空性 那么缘起到底是什么样呢 缘起指的是从广义和下义两方面可以讲 然后从广义上面讲的话 包括十二缘起的道理进行抉择为空性 应该这样的意思 本品的内容就是为了介绍缘起的含义 这是悦臣论师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讲本品的观念解释为是这样的 如果对方提出 依照你们的说法 事故今中说 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苦 也见寂灭道恶 那么轮回和涅槃不就分别成了损赢 或者是违背损缘起法者的法吗 如果所谓的缘起和轮回都不成立的话 他的损性缘起和理性缘起都成了违背的法法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 既然能留无耳 那么轮回于涅槃的两种现象 又如何作解释呢 既然留机无耳 那么世俗名言又怎么会幻灭呢 从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本品的内容就是为了宣说无耳显现的缘起 或者为了财明来因真如法心而现见实力的观点 为了宣说这一点 现无自信 或者为了现见四弟的道理 就先说这一评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自缘分三个方面 宣说缘起之力和信与非信之差别 禅食破十二指的次第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尚未证悟真实义的众生因内心被无名与此说服 为何时而造负业 非负业 以及不动业三种行云 因为是以三门而行的缘故 从而使主也成为转身路道 或者误取众生之义 下面是第二个颂词的教义是这样的 诸心的果法也即是作为轮回众子的实施 是因随顺诸心而殊胜成为天人等众生之施 在诸实形成之后 依靠诸实又形成了 手相 心 施 施命云以及领络 魔袍等色语 就是他那个名色 这里色是这样的 然后《现续论》当中 这个《现续论》的大概意思刚才我也讲了 此等诸法皆如色法与影响之力 若最终死亡之灸云毁灭 则与敌一刹那 即如同诚感之高地般形成所生之灸云 前面死的时候 诚感的高地一样 诚感一边高的时候 一边低 也就是说 这边死亡的灸云灭经的时候 那边的行云开始逐渐生成 且随与你渠望之方向而殊胜 不管是你转生到天界还是人间 十股于木台中 十云灭绝知识 十云知果法 明思也由此而生 讲到这里 我们来讲到这里 臨游止 这些人的分享